这个山坡是村里信号最好的地方 大爷正在给儿子打电话 问他放假什么时候回来 结果孙子接到电话 他告诉爷爷自己想要的佩琪 还没等爷爷问清楚 电话就因为信号不好挂断了 一头雾水的老李回家就翻起了字典 各种关于佩琪的词语查找了一遍 有佩戴佩妇就是没有佩琪 他上街问孩子们知不知道啥是佩琪 孩子们只顾玩耍没人理他 他抬头看见村里的广播心里有了想法 于是老李借助广播问起了村民 什么是佩琪 可村民的答案却让人啼笑皆非 放羊的老王说佩琪是手机里的女主播 我这孙三岁 你自己给拿这东西 你自己有什么用 孩子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些 开超市的李大姐告诉他佩琪是洗洁精 显然孙子要的也不是这个 开拖拉机的老张说自己就叫佩琪 爹妈起的名字张佩琪 村口下棋的老人说佩琪是一种棋 佩琪我知道 大叔没有下过 这个好像跟跳棋差不多吧 忙活了一天的老李一无所获 究竟孙子想要的佩琪是个啥 晚上老李从好友口中得到一个有用的线索 这事我知道 你快说呀 他说老三媳妇在城里待过 当过保姆 肯定知道啥是佩琪 于是老李马不停蹄地赶到老三家 他在门外询问 佩琪是什么东西 小猪 小猪家里倒是有 但红色的猪还真没见过 难道还要给他刷上油漆 他再次找到老三媳妇 对方告诉他佩琪不是真的猪 而是动画片里的一个卡通人物 什么动画片 他问佩琪长什么样 女人指了执手里的鼓风机 长的就跟这个似的 老李这下终于有了正确的方向 回到家就开始琢磨 经过一番敲敲打打 你看这个性不性 不是这样的 女人在地上给他比划 这儿圆圆的 一个儿 经过老李反复尝试 佩琪终于做好了 很快邻居的孩子都从外地回来 看着他们团聚的画面 老李默默在家包起了饺子 电视上播放人们过节回家的新闻 老李看了难受直接给关了 孤独的他来到山坡 给儿子打去电话 电话那头断断续续 说着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喂 喂 电话再次中断 老李失落地往回走 这时身后经过一辆小汽车 原来是儿子回来了 因为山里信号不好 电话没说清楚 儿子是来接老李回城里 一起过节的 老李嘴上说着不去 但心里却是高兴的 来到儿子家老李就一直忙活 大包小包的特产往外拿 这是我给你们采的蘑菇 这是给你们摘的大枣 还有花生核桃 最后老李掏出给孙子精心准备的礼物 一个纯手工制作的钢铁配器 硬核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是一个爷爷给孙子最浪漫的礼物 影片虽短 但却是满满的亲情 像极了我们每次离家时 爸妈塞满的后备箱 既是满满的爱 也是满满的思念 虽然这些东西在城里都能买到 但父母会说回去买还要花钱 也没有家里的好吃 他们给我们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一定是他们竭尽全力能给我们的 你永远不知道 父母到底有多爱你